这是UCSF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这么一个医院 我们一位邻居在这块上班 刚才他带着我到医院简单的参观了一下 这块有一个雕像 今天星期六我看到那个手术室还有医生往外走 他说这是相当于省一级的医院 旧金山不有一个旧金山市总医院吗 是市级的 这是省级的 所以好多大手术都在这块进行 很大啊 这是在旧金山半岛的西北区域啊 也有很多华人员工啊 这边很大 这是一个山上这样的 很大 就从这儿走了 从这儿离开了 这块风很大啊 刚才看微信 圣诞节前后回国的那位大学老师又回旧金山了 他说给我带着红茶 他说你就送给别的朋友吧 他说你的体格适合喝红茶 他说不送别人啊 我也比较感谢了 还有另外一位大学老师 这户车 这个是 这种带云梯的这种 还有另外一个大学老师 刚才说的是大学女老师 还有一个大学男老师也是来了旧金山 这两天在旅游啊 昨天去的斯坦福大学 今天去的金门大桥 过几天去纽约那边啊 也挺好吧 疫情结束了 大家就自由往返啊 还不错 这边是一个山坡啊 UCFSF at Panasos Heights Panasos高地啊 就是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Pasasos高地啊 就是说高地 是个山 风很大 其实旧金山 其他区域也有几个什么UCFSF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也有啊 什么儿童医院之类的 好像好多区域不同的校区吧 我们的民意说好像有三个校区吗 是怎么着 我到医院里边看墙上挂着过去那些教授的 幽化码社片 一些幽化码社会 一些幽化码社会 这是旧金山最好的医院了 第一次来这边啊 好像第一次来 以前听说过 但是没来过这边啊 今天第一次 感受一下 来的时候 路过一个很热闹的区域啊 好多老外啊 而且旧金山也并不小啊 并不小 之前我觉得旧金山很小 但是看不见也挺大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在美西排第二吧 国内明天是星期一啊 国内一位朋友看牙 最后牙冠就上上了 看个十三颗牙 大宝那个牙也上上了牙冠 日保七年啊 保证七年的质量 这两天我比较关注 纽约那个 流浪的博士啊 昨天晚上看他在报道 哎呀呦 老泪纵横啊 真的是眼泪模糊的双眼啊 真的觉得很很可憐啊 非常好的一位老先生 对吧 也不老啊 54岁对男人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年龄段啊 后来我想 可能如果当年他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妻子 可能就不至于沦落至此了 男人很大程度上 是六路公交车 男人很大程度上不太会生活 有的时候不太会照顾自己 什么时候吃饭了 什么时候睡觉了 照顾不好自己 最后生活就散了 其实我也面临这个问题啊 就是觉得不行 一个人长期下去的话 整个人的这个意志力就散了 对 还是需要一个传统的家庭的 对吧 这种温暖啊 还有这种规范 这是非常重要的 千万不要忽略了看似琐碎的 看似很平淡的这个家庭生活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有些男人或许他的能力并不差 但是他不会生活 最后垮了 出问题了 Holidays with the Symphony 假期带着交响乐 旧金山交响乐组织 这是广告就是 我对交响乐组织 是欣赏不了啊 每会欣赏交响乐织 确实是个山坡 这个山坡 在山上走 我一直在Mission区 留在Mission区很不喜欢 我喜欢比较平坦的地方 不喜欢这种大山坡 上坡也不得接下坡也不得记 都不得记 我的问题是在于生物中紊乱了 不能正常的吃饭睡觉 全乱了 全乱了 来美国的前几天没事啊 正常的睡觉 按照正常的日出耳落 日出耳做日落耳吸 这样 现在不行了 完全乱了 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 身体容易生病 我也在努力地调整啊 当然有一位朋友加微信 想跟我见面 我说哎呀 我说的确是没时间 以前昨天有女士来这 到酒店开来房 让我说啊放过来吧 我在哪个酒店几房间 我都没去 其实我是非常清淡的人 对好多东西 并没有什么兴趣 就读读书啊 学学英语啊 就可以了 我对真的 对生活真的没有什么态度 对这个欲求啊 对物质方面好像非常非常清淡 也是每个人 但是它的重点有所不同吧 这块稍微平一点 整个浪你看 这个走的是下坡路啊 来的时候上坡有点累啊 回去的时候下坡也不轻松 下坡也不轻松 我也想锻炼身体吧 我现在比较注意每天的运动量啊 有点运动量 必须都有啊 但是也不能太过力啊 太过力把这个关节磨坏了也不行啊 这奥布林超市 这是奥布林超市 奥布林超市 从这走回我的住宿的话 得需要一小时多一点 一小时多一点 一小时多一点 体验一下吧 这个地方 没来过 没来过 这是一个全新的结局 再说一下 前一天行灵神 然后就来换偷走一根 带手套吧 在运动桌上 继续买行灵神 这边小偷特别多啊 行上走 这边比较平坦的 2024年了一会儿 时间过得太快了 今天一位朋友微信留言说 在深圳生活啊 说现在深圳空气好像不太好啊 到了九星山之后 发现这边空气确实是好的 这边空气确实好 对 的确是空气非常清晰 四十三路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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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朋友说 在美国生活 其实有些地方生活 就感觉像被流放了一样 像被流放了一样 确实是这样 它的感觉是准确的 这边一棵大银线树 大的银线树 这么多树叶是一种景色 我发现如果晚上正常睡觉时间好好睡的话 第二天就神清气爽 这是美国老师电视机 现在会有这种老师电视机呢 人在路边呢 趁着夜色 这边还是要 正常的晚上睡觉是对的 正常时间睡觉 这边透明不好 黑的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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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坡之后前面又上坡 就这种上坡下坡真折搏人 文姐的门坏了 我看网上的一个图片对比 是两个人的骨骼 其中一个骨骼很瘦 胸腔也小 另外一个骨骼很大 胸腔很大 那个标题是 减不了肥 不愿自己游的时候 就遗传 有的人骨架就大 就是大骨架看了就大 有的人小骨架 自然它就瘦 对吧 如果不是 使劲使劲吃的话 自然就像那瘦一点 这边是个超市 这边打成糞 打成糞 打成糞 诶 不管玩吗 怎么要爬上坡 都没有碰了 怎么我要爬坡呢 爬吧 爬坡 那一个小时 这个医院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其实我的住处是2.3英里 差不多有三公里 差不多 啊 不善 这不如人的汗 拿雨伞 拿那个纸壳 挡那块地方睡觉呢 大宝 大宝现在也不跟我联系了 是不是跟他的前男友复合了 不知道 挺好啊 孩子成年了 自己的生活了 就挺好 不像小的时候缠着父母 有一种爱 叫做放手 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 是对的 是对的 原来彼此都感觉不舒服 互相盯着难受 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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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呢 或者膝关节疼 我看网上新闻说 有人 四十多岁吧 后来什么 身体检测指标不好 然后就开始跑步 结果跑了一段时间 膝关节 报废了 磨损过劲 过劲了 所以啥案 就别急功近利 前面要搞玩了吧 这以前用的水壶挺好 在美国办的皮特哥 买了大水壶 五公升的水壶 嗯 不错不错 就得不去 现在不来 有没有转发 就先用到的 那些水壶 在美国的水壶 很快 都在美国 对 好像没可以 不在意 不在意 也很快 对 怎么会 放空 对 不在意 一会儿会不会过一个比较繁华的商业区域 还有葡萄没吃吗 还有Cranberry没吃 Cranberry是自盘点的 是什么呀 总记不住 老了 单词差不多一遍记不住 总是一种浆果 多汁的浆果 这块我没来过 以后也不想来 只有这么大坡 这狗很恐怖 很恐怖 带着象圈 带着夜光象圈 哎呀就这么人 这坡道 有人说在国外可能国内的富工也卖了 看不到最后一面了 怎么着 哎 我都感觉是 关键他平时的父母也好 并不在于说现在最后一面啊 哎 我在元旦 元旦的前一天 感觉脑袋不舒服 脑袋发麻 发木 感觉戴一个毛线帽子一样 一时有点不轻 觉得是不是要挂呀 哎 想着跟这个世界告别啊 告别就告别了 其实那时候 怎么可能说 再跟大宝二宝见面呢 别说见面就是微信 联系都不一定能够马上联系上 没什么 有谁啥吗 哇塞 是爬坡吗 我怎么没有爬坡的 天呐 我看看 是不是走错了 好像还对 对啊 我要把这个 棉衣脱了 哎呀 好痠 哎呀 棉衣山这个 上坡下坡是挺折磨人的 上坡下坡 所以人生活着不容易 哎呀 哎呀我来的时候是走到这条街呢 没印象是不是 这个都不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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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衣山有像一个老城啊 哎呀 哎呀 好多待人在这生活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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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老乖 哎呀我老乖 哎呀我把口罩退下来了 真是锻炼身体啊 强迫锻炼身体啊 哎呀 这个大的垃圾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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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背出汗了 小号热烈了 挺好 哎呀 我来的时候走的这条路 全然忘记了 这是不同的角度吧 来的时候是往那边看 回的时候往回看 这有的人家门口还有南瓜呢 万圣洁的南瓜还没冷呢 昨天国内一位朋友说 其实咱们国内医疗的技术啊 远超美国了 其实是 确实是这样 华人 心灵手巧啊 还特别讲人意啊 确实是手法看牙各方面 做手术比美国要好 美国这边可能设备相对先进一点啊 各种简单的技术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它的实际操作就是没有华人 那么好吧 应该是这样 看来这是个上坡 上坡 7.03啊 7.03 嗯 Emily我在外面 我在山上这边 在外边 幸好不太好 你就注意好好早视察吧 刚回来 好好休息啊 一位刚回旧金山的朋友啊 刚才看的微信 那是语音通话 我这头连接了 这风啊 这么大风啊 天哪 我今天 我这是号六号 看微信的话 六号 我今天在路上这样推着语音车走嘛 前面是个女人 我跟着她走 她走我也走 结果跟着她闯红灯 跟着她闯红灯了 因为我是都 闯红灯快闯完之后 一辆车从侧边翁家过来了 吓我一跳 我一看啊 红灯啊 六号吧 所以我还是不能六号 哎 要拐弯吗 还是直接走啊 不敢玩啊 就是 冲啊 水 就是车祸 旧金山家里有车库很不容易 这边可能就得被持续的吸血 就有这个能力才可以 怎么回事来了 难道我来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导航跟回去导航不一样 我怎么爬山了开始 我怎么开始爬山了 可能来的时候导航可能跟着不一样 我来的时候导航倒在自行车路吗 不知道 跟着导航走 反正走不丢就行了 走不丢就行了 你看这整个山上来了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这样的地形 我去看平的地方我不喜欢这种山 真的一点都不喜欢 一点好感都没有 原来吧对山有种好奇心 但是真正好奇心没有之后觉得不喜欢我 好奇心没有之后就不喜欢了 好奇心 搞的时候就是一种好奇心 想象着有意思 但真正的其实没意思 无聊 hj tín tín t elementos tination 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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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峰这个词想到什么了呢 高耸的双峰 应该走这边 走这条路 这个大衣在披上吧 风一吹吹透了 哎呀 不喜欢山 不喜欢平地 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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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呢 Clayton 走这条路 这条路 远处山上有这些灯光 山上也住满了人 我真的是喜欢平原 我们老家非常平坦 我喜欢 四通八达 路都是直的 平的 局部可能有小小的上下坡 非常非常宽 非常非常宽 喝点水 大家喝点水 好 好 好